我是台铁公司的员工杨欣也 我从去年六月起向台铁申诉我的主管对我职场霸凌 直到现在已经将近一年半了 台铁从一开始说会公平公正处理 到后来整个过程都荒腔走版 再加上上级机关交通部及人事行政总署的消极放任 使台铁即使因为这个职场霸凌案被移送监察院也有恃无恐 在交通部陈部长下令一周内办理完毕之后 台铁就顺势草草回应我职场霸凌不成立 而且是连不成立的理由跟附件都没写 都没附就简单的一张公文而已 这样就能交代霸凌加害者所做的事情吗 就能交代台铁一年多来这些乱七八糟的程序跟处理过程吗 我想要问的是 这是一件原本经过调查 经过开会决议 也经过所有的委员投票 一致通过的霸凌案件 台铁怎么可以这样观观相互 这样观观相位 钻程序跟制度的漏洞呢 我想这都是因为职场霸凌制度 并未法制化 无法在法律层面保护受到霸凌的人 就连主管职场霸凌案件的机关劳动部 自身都爆发了职场霸凌案 也就是因为这些制度上对受害者不利 进而网送了一条宝贵神秘 那台铁现在在做的事情又何尝不是如此 机关跟霸凌的加害者携手 不就是逼受害者一步步走上绝路而已吗 日前赖总统行政院卓院长 都接连为劳动部的霸凌事件道歉 要求各单位要杜绝霸凌事件 但现在台铁公司 仍然还是坚持为霸凌的加害者护航到底 因此我想要问问新上任的劳动部红部长 您要怎么去面对我们这些职场霸凌的受害者呢 您要如何为我们这些受害者做主呢 我也想要问问才上任不久的交通部陈部长 您对于台铁这样处理职场霸凌案件 以及对于交通部所属国营事业 一再爆发职场霸凌案件 要如何公正的解决呢 在此请两位部长给遭受职场霸凌的人 给受害者们一个交代 当事人在这个任职的期间 遭到了他们的人事处处长 台铁人事处处长吴俊玲 以这个剥夺学习机会 刁难请假 等等的方式来进行职场霸凌 那造成当事人呢 身心不堪 多次的来向这个台铁或者是政府机关来申诉 那在这个申诉的过程当中 台铁确实在第一次的时候 依照了职场霸凌不法侵害的通报 去组成了职场霸凌调查处理的委员会 来进行职场霸凌调查 那我们也在这个调查的结果当中 所有的调查委员都一致承认 这个是构成职场霸凌 所以各位媒体记者在拿到我们的新闻稿的附件一 我们在这个保训会的决定书里面的第二页 我们有用荧光笔的黄字标注的部分 就是保训会在调阅整个资料当中 来证明说确实在这个调查委员会有构成霸凌 那为什么无法提供这个实际的霸凌调查委员会的资料 是因为台铁公司在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 给当事人的所有文件都是密件 全部都是密件 导致他没有办法提出 这个像这位当中提出说 为什么他遭到霸凌的成立与不成立的这些构成的这个要件 包含说在后续台铁自己在召开了 另外一个申诉处理委员会的结果 他都无法告诉各位 但是我们透过这份保训会的决定书 可以很明确的看到 保训委员调阅了台铁局的资料 发现说确实在第一次正式的这个霸凌调查的委员会里面 有承认 然后霸凌调查委员会也一致同意构成霸凌的要件 那包含我们刚刚所说的刁难这个休假 以及剥夺学习机会 也都在这个霸凌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当中 也有承认这个是一个霸凌的这个行为 但是相当荒谬的是 在吴俊宁处长收到这个霸凌的结果之后 他表示不服 所以又再向台铁公司申请了申诉 那台铁公司也成立了申诉处理的委员会 却是用这个委员会来去推翻原有的 职场霸凌调查小组的决议 所以我们才会认为这是一个用违法的程序 来推翻合法的决议 因为大家我们有提供的这个附件二里面 是台北市劳动局在今年的五月的时候 由当事人所提出的劳检 劳动检查处非常具体的回应说 台铁公司的行为已经违反了 这个职业安全设施的规则 台铁公司并没有依照 他们自己锁定的职场不法侵害的预防指引 来去执行 白话的来说就叫做 如果吴俊宁处长认为 这个霸凌的决议有问题 那应该再回头透过职场霸凌的通报的程序来进行 而不是在透过申诉处理程序的管道来推翻 那这个是劳动局已经劳检认定违法的事实 所以才会有今天我们所说 以违法的程序来推翻合法的决议 那这个所谓职场不法侵害预防的整个计划 也是由台铁公司自行订定的 这个订定的指引当中也明确规范说 如果双方当事人认为这个霸凌案件最后的结果 有一亿要在申诉的时候 也是由这个原本的召集人 召集原本的委员在进行审查 他们的计划当中自己就这样子规范 但是没想到他们自己违反 所以才会构成 劳动局认定是违法的这个事实 所以我们也要来问的是说 那台铁为什么还可以纵容 这个霸凌已经成立的处长 没有被任何的益处 以及甚至还可以被调动 那我们台铁公司自行要做改革 但是呢 连最基本的员工保障都做不到 甚至无处长在本案审查的过程中 他就已经伤掉 所以台铁局不只是没有保障到员工 甚至还承认了你的帮凶 不只是用违法的程序去取代合法的决议 甚至还让这个无处长商调到国发处去 那我觉得这样子非常的不合理 第二我们台铁公司 这今年初以来 不断的遇到了员工 多次遭到旅客暴力殴打 然后不管是外部的旅客的不法侵害 甚至到了内部职场的霸凌 在都让杜威董事长 在今年初几个月前的嘉义大林事件 他就承诺说 要把执行职务不法侵害的预防计划 做个通行的修正跟检讨 看来全部都是失效的 那我们就希望说 我们的台铁局公司 应该要硬起来 对于这个有明确的 违法事实的这个人事事的处长 要做惩处 给员工一个交代 再来对于我们的交通部长 我们不会忘记你说的好好处理 其实事实上都没有处理 因为我们台铁的待遇 一直是国一事业里来最低的 而部长有承诺过 要让我们的待遇调升到 跟国一事业的标准 所以你还欠我们台铁一个调薪的状态 请部长不要用低薪来霸凌员工 谢谢大家 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扶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活肤路全修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铃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